美媒渲染所谓解放军威胁 兵鼓吹加强台海局势美军威慑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更是扬言将采取一切措施 阻止所谓军事介入 美国种种动作包藏怎样祸心 任何人想干坏事 他总有找到他自己使用力量的方式 但是对于中俄这样的大国 那恐怕就不是像简简单单的 比方说对于俄罗斯 如果哪怕是打核大战的话 他们两国家都有互相摧毁能力 他怎么可能有着足够的能力 就随便就欺负俄罗斯 美军向乌克兰交付180枚标枪导弹 拜登声称俄若入侵乌克兰将出兵 一旦俄乌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真会直接军事干涉吗 借乌克兰作为一个支点 其实这个拜登 他是要玩转整个欧洲的一个大轮盘 他要实现北约洞扩 又要实现对俄罗斯这种全面的围堵 而且要配合他全球战略的这个调整 他不要把这个绝大多数的精力 都放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乌克兰他只是一个牵引 甚至是牵制俄罗斯的一个点而已 印度国防参谋长遭遇空难 敏感时刻 印度陆军在科什米尔古地的高海拔地区 进行直升机机载演习 印度国防参谋长遭遇空难 对印军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防务新观察 特要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务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日由美媒再度渲染所谓解放军威胁 并鼓吹美国要军事介入台海局势 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2月8号 由美媒再次渲染所谓解放军威胁 并鼓吹军事介入台海局势 报道认为 美海军的水面舰艇将会面临 在对手庞大的反舰导弹部队 射程内作战的挑战 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近日更是扬言 美国将采取一切措施 阻止台海所谓军事冲突 以及所谓俄乌冲突 美国国防新闻周刊12月9号报道称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 此前在某论坛表示 为威慑中国他愿意 以缩减该军种总兵力为代价 来确保轻型两栖舰建造计划 能够获得足够资金 据报道 这种轻型两栖舰 舰长最大不超过122米 满载排水量4000吨左右 至少能够运载75名陆战队员 艰体的运载甲板面积700平方米左右 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 9号更新的项目报告显示 美军计划采购24至35艘轻型两栖战舰 已具备能在印太地区进行机动作战能力的海上平台 另据美国海军学会网站9月消息显示 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授权美国海军采购三艘 圣安东尼奥级两栖船物登陆舰 以及一艘新一代大甲板两栖攻击舰 日前美国国会还发布了 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其中针对中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部分的预算 达到71亿美元 比五角大楼最初提出的预算版本 高出近21亿美元 由媒体分析 按照目前美军的部署情况来看 美军基本上在亚太地区保持两艘航母 加一艘两栖攻击舰的兵力存在 后续不排除将在此基础之上 再增加一个航母打击群 另外 有美媒报道称 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招募懂外语的工作人员 不过这次对应聘者的外语要求是懂中文 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宁愿缩减兵力 也要造舰针对中国 适合目的 美国中央情报局大量招募懂中文人员 到底在做何打算呢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欢迎两个专家 首先请到李先生 我们看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近日是大言不惭地说 美国会采取一切手段介入台海 同时还会介入所谓的俄乌冲突 那么您觉得美国当前真的有这个能力 同时在军事上威胁中俄两国吗 任何人想干坏事 他总有找到他自己使用力量的方式 更何况美国这样的国家 它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它有世界上最多军事预算 最强的军事力量 甚至是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就是美国要同时威胁中俄 它完全有这种条件 但是能不能达到它的预期效果呢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它能不能给一个国家造成损失 不简简单单的 只是看它自己的固有能力 而且看对方的承受打击和反击能力 如果说仅仅是对一个弱小国家 它可能把这个小国家都能给迅速地占领 但是对于中俄这样的大国 那恐怕就不是像简简单单的 比方说对俄罗斯 如果哪怕是打核大战的话 他们两国家都有互相摧毁能力 它怎么可能有着足够的能力 就是随便就欺负俄罗斯呢 这种可能就非常低 接下来的问题请教两位的专家 我们从刚才的短片中看到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宣称说 宁愿缩减兵力 也要造舰针对中国 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王先生 缩减兵力是假 针对中国是真 李先生 无可奈何花落去 一种非常无奈的一种选择 王先生请 我们看到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高官 叫嚣所谓 即使是缩减兵力 也要针对中国 他所谓缩减兵力这个说法 以目前来看 应该是一个所谓的假说 美国当前 对它的全部的海上力量 正在进行一个最大范围内的一个整合 之前节目里面我们多次提到 当前美国的一个军改 或者说它的海洋战略调整的方向 就是组成一个所谓的海上优势战略 要占据这种海上优势 美国它夸下海口 说在本世纪的头20年的末尾 制定这样的一份海上优势战略 它的效力要管百年 剩下的80年的时间 整个的美国所谓的海上霸权 全球海上霸权 它要予以维系 那么这样它如何去做呢 就是这个三海力量 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海军力量 海岸警卫队的力量 和海军陆战队的力量 它要进行一个密集的整合 这种整合 其实是内部资源使用的一个融通 所以它说要缩减所谓兵源 缩减兵力这样的一个 它现在只是说在国内 它的一种炒作而已 以此去突出 所谓它口中的一个中国威胁 只有有了所谓它炮制的 这个中国威胁论 美国进一步地去增兵 去这个穷兵独武 它这样才能够 这个有它口中 所谓这样的一个理由 李先生说 无可奈何花落去 请教您的观察 海军陆战队的参谋长 海军陆战队的司令 他自己这么说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实际上并不是 他真想把自己的规模捡下来 他六个军种都要得征经费 都是在找足够的理由 给自己争刀最大一块蛋糕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所谓宁愿缩减规模 实际上它的潜来自是 我的规模不能减 但是我要发展新的装备 那么过去原有的 这种大型装备 它要不要 它继续还会要的 但是它为什么又说 要造成一种小的 一些新的这种 轻型的这种两系登陆舰呢 那我们讲了 它应该看到了 这种大型舰艇在海上 所受到的这种威胁 会越来越大 也就是说 过去它所认为的 这种绝对海空优势 现在在逐渐地丧失 美国已经不能说 有绝对的制海制空权了 不管是在大洋上 还是说是 更不要说在敌方的 这种所谓的控制海域了 不管是对俄罗斯 还是对其他的国家 甚至对伊朗这样的国家 它都没有足够的把握 从这意义上来讲 它不是要缩减它的规模 而是恰恰是 要发展新的武器装备 来适应未来 现代化高强度作战的需要 我们看到 现在有媒体炒作称说 如果是有两艘常驻 一艘机动 这样的一个三艘航母 在亚太或者说 是印太方向的部署 可以大大提高 美军的灵活性 那您觉得 这是否意味着美军 接下来会在亚太地区 加强这种航母战斗群的部署呢 美军的这种 所谓的亚太战略 实际上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 它要把60%以上的兵力 可以集中在亚太地区 那么包括航母作战力量 也就是说它可能 最多在整个太平洋地区 包括印度洋 它可以集中6到7艘航母 这是它一个最基本的 那么一个估计 那么海军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是在于它的机动性 如果战争需要的话 它甚至可以把11艘航母 全部集中在一个战略方向上 我们看到美军呢 最近举行过两次 就实际上是进入到 21世纪以后 有两次比较大的演习 它调动全球海军力量 进行演习的时候 它同时都能把6到7艘航空母舰 集中在亚太地区 所以这个演习过程 它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一种 兵力部署和兵力调动的 甚至我们看到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实际上参战的兵力 光航母就有7艘 也就是一场中等规模的 一个地面战争 它集中这么多舰艇 假如它要跟俄罗斯 这样的大国打仗 那么它仅仅集中 像我们讲的3艘航母 是远远不够的 从这意义上来讲 它只是表明一种姿态 加大一种威慑力度 而实际上我们要看到 美国背后所有的海军力量 一旦战争效 是可以迅速集中在某一个方向 作为海军来讲 它有这样的特性 它有这样的机动能力 那么同时我们还关注到 有媒体报道称说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现在正在大量地招募 懂中文的人员 您觉得这又包藏了 怎样的获信呢 通过我们观察不难发现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它与美国军方 在一些战略步骤上 几乎是同步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针对中俄的成分就很多 那么现在针对中国的成分 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看到 当前在近期的时候 美国中央情报局 就专门成立一个级别层级 非常高的一个机构 叫中国任务中心 这个中国任务中心 一方面就是要分析 相应的涉及中国的情报 另一方面还需要一些语言的人才 所以我们看他公开招聘 是招聘懂中文的人 而且他分得还特别细 这个所谓懂中文的人 既包括普通话 还包括上海话 粤语 甚至还包括可家话 这样一系列的方言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当前 中央情报局 他的两大任务 一个情报分析 另外一个情报搜集 情报搜集仍然是大头 在他的目标国构筑线人网络 仍然是他工作的一个重心 但是呢 目前这项工作 似乎出现了一些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还不小 根据美国媒体的这个披露 说美国当前的这个 线人系统和线人网络 遭受了很大的一个破坏 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 就使得他要展开 这种所谓的反思 一方面是技术问题 是不是不到位 另一方面呢 就是真正掌握 吃透相应这个 他目标国情况的人 少之又少 而在这其中呢 语言观是第一大观 这是最难过的一观 所以现在他们通过 成立这样的一个中心也罢 还是说建立全新的机制也罢 招募一些这个懂 他所谓目标国语言的人才 就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 此外 美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美国近期向乌克兰交付了 30套标枪反坦克导弹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12月10号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美国在10月份向乌克兰 交付了30套标枪 单兵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 和配套的180枚导弹 此前一天 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约翰·科比称 美国希望乌克兰军方 负责任地使用美国武器 此外 美军官员还透露 美国在上周还向乌克兰 派出了步兵旅籍战斗队 但他拒绝说明 目前在乌克兰 有多少美军部队 此外 据俄罗斯塔斯社 12月12号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 此前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举行视频会议期间宣称 倘若发生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的情况 美国将向9个国家派出军队 但其中并不包括乌克兰 另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 近日表示 曾有大量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 在俄罗斯政府中工作 美国企图通过这种方式 干涉俄罗斯内政 普京说 当时俄罗斯的核武器设施里 也有所谓的美国专家 他们的办公桌上摆着美国国旗 从早到晚都在那里工作 可以说一切都在他们的掌控中 这些人变得更加自主 更加独立 军事力量也得以增强 美向欧交付180枚标枪导弹 恢复加剧俄乌紧张局势 一旦俄乌发生军事冲突 美国真会直接军事干涉吗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请教李先生 我们看到就在俄乌局势紧张之际 美国现在向乌克兰交付了 18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 您觉得这会对俄罗斯 带来多大的威胁 这个威胁应该说是很大的 尽管180枚的标枪导弹 它的真正的战斗效能 可能不是那么说是 足以满足跟俄罗斯作战的需要 因为乌克兰的兵力比较弱 它能不能完全挡住 就是俄罗斯进攻令说 我们以180枚标枪导弹的 就是战斗效能来说 以两枚导弹有效地摧毁 一辆坦克这种战场概率来算 这已经是很高的了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也不过就能击回90辆坦克 真正这180枚想要完全消灭到 就是所谓的俄军的作战力量 想遏制住俄军坦克进攻 恐怕是做不到的 但是损失即使不大 它的这种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这美国直接介入了 俄乌之间的军事冲突 如果说过去 它还不提供所谓的那种 杀伤性武器 现在已经完全变了 几乎就是提供最先进的导弹 给乌克兰 因为标枪导弹 尽管它出现已经很早了 但是它毕竟到现在来讲 它以它的性能而看 它依然是实际上 最有战斗力的这样的 最有杀伤力的这样一种 反弹格导弹 比方说它的攻顶攻击 它直接可以攻击坦克的顶部 像这样的话 几乎是防不可防的 除了你摧毁对方的导弹 发射阵地之外 你没有很好的办法 来防御所谓的标枪式导弹 从这一项上来讲 这个行动的危害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能不能够说是 真要打起来 完全阻止住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恐怕靠180枚标枪导弹 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在这次拜登与普京视频会晤的期间 我们看到拜登宣称说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 那么美国将会对9个国家出动兵力 但是其中并不包括乌克兰 您觉得拜登这是在打什么算盘呢 其实通过这样的一则信息 乌克兰方面就应该能够看到 美国对于乌克兰 所谓军事援助的天花板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它应该是不可不慎 不可不查 因为这个西方国家 它有一个典型的特点 就是如果说跟你的这种 军事同盟关系也好 还是说军事伙伴关系 最终要看的就是你的身份问题 乌克兰当前的身份 它不是一个北约国家 所以说不是军事同盟国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一旦俄乌之间 发生任何的一个军事冲突 美国方面包括北约方面 对于乌克兰没有任何的条约义无可言 所以一旦发生这样一种 不测的事态的话 乌克兰也就意味着 它要自己直接去承担 大部分带来的这样一个影响 所以说它必须要认清这一点 那么美国通过近期一系列这种表态 对乌克兰的这种声援也好 还有实质性的 像李老师刚才提到的 这样一些武器的支援也好 都是一个敲边鼓的行为 是侧面去支持 之所以说它可能向九个国家 去驻军 我们要看到 借乌克兰作为一个支点 其实这个拜登 他是要玩转整个欧洲的 一个大轮盘 他要实现北约东扩 又要实现对俄罗斯这种 全面的围堵 而且要配合它全球战略的 这个调整 他不要把这个绝大多数的精力 都放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乌克兰它只是一个牵引 甚至是牵制俄罗斯的一个点而已 真正意义上的是 要让美国对俄罗斯 或者说北约对俄罗斯 形成这个合围之势 那么强化这种部署 以乌克兰所谓的危机 作为一个借口 这就是美国重要的一个考量 我们看到有媒体称说 如果俄罗斯袭击乌克兰的话 将会引发25年来最大的 欧洲安全危机 那么美国将不得不组织 对北约东义进行大规模的支援 那么您觉得 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之下 五角大楼还会说 它工作的重点是 中国 中国 还有中国吗 其实美国当前 它很典型的是一个 两头拱火的一个状态 虽然说它已经无法再去 叫嚣自己同步打赢两场战争 但是在这个两头挑事的这个能力 它还是有的 特别是这个心思 它还是包藏这层祸心的 我们看到当前这个基本的一个态势 就是在所谓的这个西线 去挑衅俄罗斯 在东线亚太这个方向 同时去挑衅中俄 所以美国对于这个问题 它的认知应该说 目前还是比较的清楚 也就是要稳住西线一头 稳住欧洲这一头 把更多的军事力量调拨到亚太区域 来应对它口中所谓的 这样一个大国威胁 因为它看到一方面 就是美国的这个军力投入的方向 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晰了 那么在新一轮的 国防授权法案里面 主要针对中国亚太方向的 所谓太平洋威慑计划 它的这个投入是要 很大程度是要大于 这个在西线欧洲方向的 这个欧洲威慑计划的 而且还要看到一点就是 从美国的盟友体系角度上来看 在欧洲方向它有一个北约 北约是一个已经运行了 几十年的政治军事组织 美国有一套章法可循 但是在亚太 无论是过去他们讲的 所谓亚太小北约也好 还是当前带有差距性质的 这样一个军事同盟体系也好 都相对不够成熟 而且它要进行一个再打造 所以更多的军事力量 更多的精力投入亚太 这个是无疑的 但是在西线欧洲 它必须要设法去稳定 俄罗斯这样一个因素 12月8号 印度一架直升机坠毁 包括印度国防参谋长 拉瓦特上将在内的多人 在事故中不幸罹难 12月8号 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拉瓦特 在搭乘直升机飞往 印度威灵顿国防服务学院的途中 不幸坠机遇难 有报道称 失事直升机的黑匣子已经找到 有印度高层官员称 国防参谋长拉瓦特 在直升机事故中遇难 将对该国军队最高领导层 产生直接影响 政府将不得不迅速 宣布继任安排 报道称 拉瓦特于2019年底 获得莫迪政府任命 成为印度第一任国防参谋长 设立该职位的目的是 整合印度海陆空三军 报道指出 拉瓦特去世后 陆军参谋长纳拉瓦内 成为印度最年长的高层将领 与此同时 据印度时报网站 12月8号报道 印度陆军在科什米尔谷地的 高海拔地区 进行了一次直升机机载演习 以演练在严密的防空 和电子战环境中 安排特遣部队深入敌后 报道称 在演习中 由步兵特种部队 和海军突击队构成的特遣部队 空降在海拔2743米的雪地 印度国防参谋长遭遇空难 对印军影响到底有多大 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乔李先生 那么这个印度的国防参谋长 拉瓦特不幸遇难 那么您觉得短时间内 对于印军的整体的战略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 拉瓦特遇难 它造成的可能的后果 第一方面就是印度呢 现在军队也面临着 比较深化的那种改革的 这样一个改革深化的阶段 那么这个时候 它更多强调的是 所谓的联合作战 它这个时候呢 它需要一个 就是所谓强有力的领导人 来推动它的三军的联合 如果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 来推动这种所谓的三军联合 同时它又处于一个 能够控制这三军的这种状态 这个位置上 那么毫无疑问 对于印军的这种联合作战的改革 是有推进作用的 拉瓦特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强人 那么这个强人 他一旦失去以后会怎么样 那么整个印度三军 又会成为一个相对的 互相勾心斗角 要互相争夺战营的局面 所以一旦拉瓦特突然去世 这给莫迪 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打击 也会使他整个推进军队的控制 管理组织指挥 带来很大的困难 从这两点说 拉瓦特的趋势 对于整个印度的军队 和他国家的 我们讲他政府之间的关系 也会带来很大的冲击 从这意义上来讲 拉瓦特的趋势 是必须值得关注的 一个印度国内的重大事件 那么李先生提到 印度的军事改革 我们看到拉瓦特曾经 是公开阐述过 自己的军事改革的理念 是要将17个 单一军兵种的司令部 改为4个联合战区司令部 那么您觉得 拉瓦特的遇难 会影响到印度的改革吗 可以这样说 拉瓦特所担任的职务 国防部参谋长 这个职务 就是印度军事改革 应远而生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而拉瓦特又被 印度总理莫迪视作 是他能够借助来 推动军事改革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么他的趋势 应该说对这个印度军改 产生的这个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看到印度 为什么要执行 这样一个军事改革 它的军事改革 已经喊了20多年 现在之所以要启动 就是因为一些具体的环境 到了这个不得不改 这样一个程度 首先来说 印度军队 当前它的一个军兵种 之间的矛盾非常大 另外一个 它这个结构非常的复杂 而且相对而比较落后 很多还受到了 英国殖民时期的影响 所以这个必须要改 另外一个就是 作为印度当前 要做有声有色大国 它的实现的目标 很多是要靠军事力量达成 那么它这个军事力量 它的现代化 这个信息化的程度 也比较低 那么印军的这个装备 还是很大程度上吃百家饭 它有英制装备 有鹅制装备 有自制装备 现在还有美制装备 那么如何去进行 这种深度的整合 这是他们面前摆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说这个莫迪 他必须安排自己一个亲信 去大刀阔斧地 执行这个改革措施 而就在这个关键的环节 那么拉瓦特去世 那么对于莫迪来说 它肯定是一个 比较大的冲击 但是这个军改这个方向 我认为莫迪政府 他不会放过 不会轻易去停止 还会继续去推进 我们看到此时 印军还在边境地区 上演这个高海拔直升机演习 并且说这个特遣队 能够深入敌后 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直升飞机 它虽然是很便捷的 一种加弹工具 特别是在高原地区 它比一般的车辆 有更强的越障能力 有更强的往机动能力 更快 更远 但是它毕竟 在所有航空器里头 直升机应该讲 它的运动距离是最短的 运动速度也是最慢的 300公里 500公里 这已经很大的极限了 再一个从军事上来讲 我们讲的部队的作战 特种部队作战 散兵作战 都最典型的这种特种作战 它一定不能深入到太远 通常一般的我们讲常规作战 它一定要得到陆地的支持和支援 也就是说要尽快地 与地面进攻力量能汇合 如果地面部队不能够 及时跟它汇合的话 这么投入的部队 它又没有办法撤回来的时候 它就很可能会面临到 全军覆没的威胁 那么印度人之所以提出来 第一个就是 它的常规作战力量 在这不好用 它的几千辆坦克也好 干什么也好 所谓的轻轻火炮也好 上不了高原 没有办法展开常规的攻击 那它又不愿意放弃 它这种战争的意图 又不愿意放弃使用武力的 这种意图 那怎么办 也就是只有求助于所谓的特种作战 从概念上讲 使用特种作战 可以是一种高原上的作战样式 但是它在真正的可行性 到底有多少 特别是当你不能牢固地掌握指控权 你地面部队不能快速地切入 那接应你的特种部队的时候 进去了就很可能出不来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